空軍六月份跨海在澎湖這個地方 進行空對面的炸射實彈操演 這是什麼戰術操演的 黃建民 這其實每年都有 那這個去年也是在這個大概六七八月的時候也實施過 那澎湖現在對於這個台灣來說 是我們如果兩岸開戰的話 算是我們這個台灣安全 僅致於金門、馬祖、東引、烏丘 最接近中國大陸沿岸的這個 前面的前沿的一個軍事要塞一個中樞 那所以如果說空軍在澎湖進行 這樣的一個實彈的這個炸射 它是在 因為那邊就本來就是有 我們的這個炸射演習的一個區域 等於就是空軍的一個這個戰機 它的一個這個靶產 那在那邊呢 加上澎湖已經有例行性的這樣的一個 天軍部隊要固定進駐在那邊 然後天空三行的這個防空飛彈也進駐在那邊 說明了政府決心把澎湖打造一個刺蝟中的刺蝟 也就是說台海戰士爆發 你看過歷史上這樣子 當中國這個本土的大陸 母大陸他要去整個把外海 比如說台灣拿過來 把他整個侵占的時候 他就要先經過澎湖這個地方 否則你要這個打台灣的話 澎湖會造成他很大的這個兵力的損傷 而且如果他沒有必勝的把握的話 先拿下澎湖 甚至傳聞外電的這個消息 曾經在報導解放軍的戰術演練的時候 如果拿下澎湖對台灣的政軍的這個威懾程度相當大 而且還可以把島上的澎湖十幾萬人這樣子當作一個人質 所以我們在澎湖的這個戰術的訓練 以及在那邊的戰術演練 以及防空備戰的這個就絲毫不能鬆懈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進行的 包括把我們最高科技什麼萬箭彈啊 那邊都擺在澎湖 這是第一線 而且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除了給大家看到是我們空軍 一般我們的這個這個現役的戰機 在進行他的一個空域的演習 跟炸射演練之外 這兩天其實有一個消息提到說 老共解放軍在澎湖的對面 也是台灣的這個當面福建沿海 有兩個離台灣很近的機場正在擴建 我特別把這個圖給秀大給 放大給大家秀出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兩塊其實就是福建的龍田機場 跟他的惠安機場 這兩個機場有什麼特別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軍用機場 軍用機場你特別看到 我用筆跟大家標示一下 你看到他的這個機場的跑道 特別的延長 然後而且他的 甚至有除了主跑道之外 還有滑行道 然後他的停機品也增加了不少 這個是比以往所看到的 增加了這個改變比較大 那像包括的這個惠安機場也是 他的這個平行跑道 還有這個主跑道也特別在拉長了 那我們特別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就是因為本來機場 一般如果說軍用機場 他有主跑道的話 提供他的戰機 戰轟機 或他各種的這個軍機起降 一旦主跑道在戰爭當中損毀 他就有他的平行的這個起降的滑行跑道 可以跟這個主跑道一樣 展現一樣的功能 而為什麼特別提到龍田跟惠安 福建這兩個軍用機場 他的一個擴建規模 被這個美國的這個商用衛星所拍到的 就是說他最為對台攻 這個要攻打台灣的兩個算是拳頭部隊的一個機場 他本來是在戰轟機就停在那邊 那在平常就一堆軍機停在那邊 暫時的話戰轟機就進駐 就轟炸機之類的 那這個兩個機場 像龍田機場距離台灣170公里 那這個惠安機場距離台灣190公里 都是相當近的 他把機場呢 以前是提供轉場用 那如果到時候他擴建增加增大的話 他可以讓他的軍機七分鐘 只要七分鐘時間就可以飛到台灣 甚至台北的這個上空 所以我們的這個以後的武器射程 雖然可以急於這個福建的龍田跟惠安家 但是面對人家開始進行這樣的一個備戰 所以我一開始為什麼強調 澎湖和台灣 也有他的一個備戰的這個因應訓練 好 福建距離台灣最近的兩個軍用機場 透過這個畫面曝光同時 來我請教的是王定宇 這一切都是因應躲島嗎 包括我們島嶼一旦被中共奪走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攻回 怎麼去反攻 怎麼去反智 來 王定宇 第一個這個演習就像清明講 這是每年都有 甚至於有一年 我印象是三年前的漢光演習 直接我們就到澎湖去現場看 那現在目前看出來演習的科目 包含第四連隊 第三連隊 第六連隊 派出的戰機IDF F-16V以及我們的P-3C 那加上從六棟腰旅 也就是龍潭那邊的我們的阿帕器 這個AH-64E的作戰旅 還有這個黑鷹 我們的H-60黑鷹的也是算攻擊機的方式 來到澎湖這個地方 所以進行炸射 那炸射的這個靶場 是我們例行性的一個靶場 那這個炸射當然就是進行所謂的 反登陸 反周波的一個演習 那這個演習呢 來澎湖這個島的重要性 當敵軍想要來奪取澎湖的時候 怎麼樣讓它從海面上 一層一層來面對打擊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這次要試射的 這一個地獄火 長弓地獄火 這個飛彈 這一個長弓地獄火是最新型的 美軍我們大概用這個最新型 它有一個微型的雷達 天空雷達帶著它去打 那距離大概八公里 所以這個炸射可以往外推八公里 這個是手勢 所以應該講的 這個是例行性防禦澎湖 為什麼要防禦澎湖 因為澎湖太重要 澎湖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 是132公里 所以如果共軍要打台灣 繞過澎湖 澎湖的駐軍 變成前後夾擊它 你要先打澎湖 那我們在龍潭的阿帕系 都可以飛到那邊支援 你打澎湖要付出的代價 跟打台灣差不多 所以澎湖的特殊性在這裡 至於其他的小島 小島就是義工難守 反過來講 如果你打下來了 我真的要拿回來的話 復規計畫還是打回來 透過周全的準備 讓共軍不敢蠢動 這才是演習的目的 那有一個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知道澎湖跟中國距離 132公里 跟靖平愛鐵那幾個軍機場 都在200公里範圍內 是 我們過去三年 台灣不管是採購軍事投資 或自主研發的武器距離 還馬是300公里 我們的這個萬箭彈 現在據說可以提升到240以上 或者我們的 這個一些長城的火箭飛彈 我們改良型的這個雷霆2000 目標都在200公里以外 意思就是 台灣在澎湖這地方 派駐什麼樣型態的武器 除了可以防守我們自己 保護台灣以外 幾乎可以把重臣嚇阻的 那個deter那條線 推到底國的境內 所以澎湖是 離中國又有一個距離 但是我的拳頭打得到你 所以如果你要欺負我們的話 要墊一下金兩 最近的な全部都要 一些煩惱的 都是用來找來的 我們所有人 都會賺到 已經是最心急的 但是我們要來找來 你們一起做 我們來找來 這些人 那一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